今天我帶大家來到這個大城街市 是因為這裡是食環署的同事 在試驗不同滅鼠方法的其中一個地方 目的就是要找出改善滅鼠效率的方式 我們在今年的年終之前 用一般放老鼠籠的方法 這裡一個月平均可以抓到4.5隻老鼠 10月到上個星期不夠3個月 我們用酒精暴鼠器抓到84隻老鼠 但是在11月底 我們再試用老鼠膠來抓老鼠 短短三個星期裏面 我們已經抓到385隻老鼠 直到上個星期我們抓到482隻老鼠 利用老鼠膠 所以在10月到現在 已經在這裡滅了大約700隻老鼠 每星期抓到老鼠的數目 現在來講開始在這裡慢慢下降 反映就是我們開始慢慢掌握得到 怎樣我們去滅鼠的方法 是更加的有效 我們在今天開展一個各界攜手全港滅鼠的行動 各個部門是會採取多項的措施 來提升滅鼠的成效 包括在街市、後巷、公共屋邨、公園和工地等的地方 推行具針對性的滅鼠策略 各部門也會成立內部的審查小組 加強監察部門的滅鼠工作等等 而國家滅鼠行動最重要的一點 是要鼓勵社會、各界和市民 和政府一起我們攜手合作 共同加強滅鼠的工作 除了滅鼠之外 防治鼠患也需要在不同的範疇 倒截老鼠的食住行 例如鼓勵街市攤檔、小販市場攤檔 食物業處所唾線存放食物和垃圾 斷絕老鼠食物的來源 避免在街市、食物業處 或者在屋苑裡面堆積這些雜物 要令到老鼠沒有藏身之處 為了方便市民掌握防治鼠患的資訊 環境及生態局會設立一個 各界滅鼠行動的專題網頁 專題網頁會再有不同地方 防治滅鼠的指引資料 以及相關的連結 以及各政府部門以及持份者 需要採取的滅鼠措施 讓市民來參考